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继续我们的一个团团转项目 我们上一节课主要讲的是有关于木武模型 它里边的一个model,properation,wheel 还有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何来根据我们的一个UI设计 来搭建自己的一个木武模型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证书机发布的一个配置 这种设置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发布企业版 或者app style版或者adhawk的一个app的时候 一些快速方便给我们带来便利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工程 这里边是一个配置 已经有了debug跟release版本的一个发布配置 我们可以加上app style 如果发布app style的时候 就取我们这个配置的一个信息 还可以发布 如果我们有企业版的话 还可以加上一个enterprise 企业版的一个发布配置 再有就是说我们可以加一个adhawk的配置 adhawk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程序在发布app style之前 可以用app style的一个证书 来在指定的设备上来进行安装 进行我们的一个上线前的一个最后检查的工作 好 这些设置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发布的时候 看我们这里是发布发布app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代码签名 如果我们不做这种配置的话 我们要发布app style版 我们这里边需要选不同的一个证书 需要自己手动来选 但是我们做了这些配置之后呢 如果我们在发布 我们在打包的时候 可以直接选不同的配置 这里边 有一个我选 我选这种设备 product 这就是我们来构建我们的一个app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发布的时候 我们在有了这些配置 我们就这里设置不同的配置 我们选不同的证书 这里设置好一遍 然后我们在每次的发布 或者打包的时候 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设置里面来进行 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选择 就可以方便我们不再去进行这些 这些复杂的一个操作 这个有点慢 我们可以先看看我们的证书的一个创建 我们证书呢 首先我们得建一个appid 这里边呢 我们就以我们的一个团购的 这个group progress 对 它的一个名字 这个boundid呢 就是我们程序里边要设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标识 就我们这个app的一个唯一标识 grup prchass 我们看一下 chass 好 这个boundid就有了 我们就可以生成 生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设置不同的一个证书了 看我们这里边 有发布的一个证书 这里边有pp文件 我们可以设一个 我们加一个 发布的时候 我们加一个adhawk adhawk呢 这里选我们刚才建的这个 boundid 选完之后呢 这里边就选我们发布的有一个证书 这个证书呢 只有一个 我们就是在这里边设的一个发布的一个证书 这里边就是说我们adhawk使用app style的一个证书 来在哪些设备上来运行 这是我的一个设备的列表 在哪些设备上来运行 选完之后呢 我们叫group prochess purechess purechess 叫adhawk adhawk的一个标 标 profil 点设 点确认 我们这个pp文件就下载好了 我们下载一下 下载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拖动一下 用我们的拖到我们的插口的上面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在选证书的时候 还没有还没有起来啊 我们这里就可以选择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生成我们的一个app知道的啊 这里边有一个证书 这里边就是我们如何生成这个证 一个正式的一个证书呢 我们可以自己在这里加 product operation 我们这里边可以自己建一个 建栏之后呢 我们可以走一下 简单的 我就创建了 这里边有一个请求文件 这个请求文件呢 就是用我们的钥匙串 k 去 有点慢 啊 就是这个 看一下啊 啊 就是这个程序 选一下 啊 这是我们打包 打包的时候 啊 就会出来这个界面 我们把它导出 导出的是 adhawk 的发布 还是 ap知道 还是 enterprise 企业版的一个发布啊 这里边点的时候呢 在我们构建之前 我们这里边需要选一下 这里边 架构的时候是依赖于哪个配置文件 我们这里可以选 如果我们是ap知道 我们就这里选 app知道 如果是adhawk啊 这里边可以不同的选择 选择完之后呢 我们这里边就可以选啊 选这个procheck里边选archive就可以了啊 看我们这里刚才我们把adhawk的一个证书生成了 我们这里边就可以选啊 选它 选它了之后呢 这里边的这个证书就自动是这个证书 好 这样我们就配置adhawk的一个发布 我们就设置完了 设置完了之后 刚才我们再走一下 这里边我们选adhawk 这时候 这时候我再选archive 它打包出来的就是一个adhawk的一个app 好 它的编译 我们再继续我们的一个 刚才 我们的一个钥匙串 钥匙串呢 它其实是一个应用程序 在我们的应用程序里边 有一个钥匙串 就是这个 我们直接 放进一下 这里边如何声称这个csr文件呢 其实这里边有一个证书助理 这里边从证书颁发机构请求 可以写 继续 这里边有一个邮箱的地址 大家可以自己写一下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名称呢 就是显示在我们这里边的一个这个名称 这个大家可以写一下 这个大家可以写一下 s s 存在较到字 这样 这样我们这个csr文件就有了 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这里可以选了 选上它之后 然后我们这个证书就已经生成了 我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看其实这里有了两个 这个应该是我们刚才生成的一个 生成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加进来 把它双击一下 这里边就有了 你看这就是我们发布的一个证书 就在这里就显示了 刚才那个界面 我已经关掉了 我再走一下 如果是app自道的 我们刚才建了一个adhawk 我们还可以建一个app自道的一个 这里边选一个它的pp文件 这里边我在选对应的证书就对应上了 这样我们在发布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方便 只需要在这个工程里边选择一下 就会打包出不同的一个app 看这里 这里选adhawk 也就是nest 这个证书呢 其实它就自动选的上了 你就不用管 好 这个app就生成完了 保存到我的桌面 然后这个app呢 这个app现在是adhawk的 它使用的是app自道 我们刚才的一个证书 在指定的设备上 指定的设备上 就是刚才我们选择的一个设备列表上 来进行安装了啊 这就是一个adhawk的一个发布 同样的app自道和企业版的一个发布呢 也是这种步骤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好 这种发布我们设置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需要需要设置 下面我们会会接着讲 我们看在我们这个程序里边 也需要加一个日志输出的红 这个为什么非常的有必要呢 就是方便我们进行一个调试 像我们在这里边 像我们上一个项目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拿过来 这里面就是输出日志的一个红 我们可以先把它加过来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如果在测试的时候 我们就输出 我们在调试的时候就输出这个日志信息 如果在发布的时候呢 就不把这个日志打印出来了 这为了方便 因为每次输出日志呢 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效率 所以我们要做这种一个设置 这种设置好的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在调试的时候 或者我想输出信息的时候 我直接可以bass 啊 这里边可以加一个 input 把头文件包含 包含进来之后呢 base-info 我想输出一段信息啊 是不是启动了 我这里边就可以写 ok 这时候在启动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他输出什么信息 这样就告诉我们 啊 这这里边 是哪个函数输出的一个什么信息 所以我们在调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打印 如果是release版呢 或者是发布版的时候 这个信息就什么都不做 他就会不输出任何信息 这样就在设备上调试的时候 或者我们发布的时候 不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效率 啊 这是一个红 可以定位到 帮我们定位一些错误信息 好 这是日志 日志我们加完之后呢 还有一些常用的 还有一些常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设备类型的一个判断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一个项目 就说我这个设备 是iphone4还是plus 还是因为它一个分辨率不同 所以我们可能做对界面做一些不同的操作 啊 它是4还是5还是6还是plus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用的时候呢 如果是我们对界面进行简单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啊 界面调整的时候 如果在6上我们做不同的操作 或者是5上它分辨率不同 我们给它显示的位置 界面空间的一个位置不同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判断 用我们这里加的一个红来进行判断 看到啊 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设备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设备 if-ipad is iphone 如果是5的话 我就输出 好 我们用base的info 就是一个 iphone5 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它就是一个iphone5的设备 我这里就针对iphone5可以做一些其他的 有必要 如果需要做的话 就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就可以在这里写了 这是两个 这是几个常用 在我们其他或者做各个项目的中 都会用到的一些 一些判断 方便我们拿过来直接用 日志红加完之后 还有一个unl-define 这个文件是什么 我们在上一个项目也已经讲过了 我们可以直接讨一下 unl-define 看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定义了一个红是正式版还是测试版 如果是测试版 我就用一个内网的地址来进行调试 如果是正式版 我就用一个正式的环境来进行调试 这里边是我们一个unl的一个定义 就是我们所有网络操作的一个unl定义都在我们这里来进行定义 这里边 这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做这种红 如果我们这里忘了写 把这个如果我们调试的时候就这么写 如果发布的时候我们还要记着改这个地址 改它把它改成正式的一个发布地址 如果忘了 我们把它提交到ab指导 就这样就是内网的地址 苹果会认为你这个连不上网 会会进行操作的时候会出错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我们忘记 忘记改这个地址的时候 我们把它 又改一下 看一下 这定了一个 如果是正式版的时候 我就强制把它支撑零 就是说一个正式的一个环境 这个地方是怎么怎么来配置一呢 我们首先收一些个debug 把这里面有个debug等一 如果是apstop版 我可以就把我刚才这个红 这个红 看写在这里 等一 如果是企业版呢 我也把它 只成一 这样 这样的话 无论我是 改不改这里 我只要我发布的时候 我这里点了 点了apstop 或者是enterprise 这里发布的时候 他都会我这里点 achew的时候 他都会使用我们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环境 正式的一个环境 而不是使用我这个内网的地址 这是为了解决我们忘记更改 我们曾经做过的app 做过的一个项目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最终 导致我们发布到apstop的时候 这个内地址是个内网的地址 如果苹果发现不了这个问题 用户要用户去发现 这会用户就会说为什么我这连不上 原来我们打包的时候这个地址打错了 为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做了一种这种 这种红的一个配置 这也是非常有必要 好 这个配置做完之后呢 我们最后 我们前面有的时候有几节课也忘了讲了 就说我们所有的操作做完之后呢 都要记得去提交一个代码 这个提交代码非常的重要 防止我们电脑 电脑系统或崩溃之后 启动不来 启动不起来了 话我们的程序 我们的代码都会丢掉 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把我们的这个代码进行一下提交 我们首先启动一下这个 终端在上面 看一下 cd定位到我们这个工程的一个目录 然后用get mmit-am 这里边要写一些提交的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增加了什么内容 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查看 或者一个回归以后 进行代码的一个 日志的一个查看 证书及 up 配置 提交完之后呢 这是只是一个本地的一个提交 我们还要把它上传到服务器 好 他在上传 我们上前面应该已经讲了 提交的时候有哪些代码 大家可以去去用一下啊 这样 这样我们就代码就提交到服务端 提交到我们的服务器上了 代码托管的一个服务器上 我们就不用管啊 即使这里丢了我们服务端 我们的一个代码托管的服务器上 还会有这些 这些代码 所以我们 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就是说我们完成之后记得及时提交这个代码 好 今天的这个证书机发布的配置 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 就首先我们加一些红 就是各个发布配置的一个红 就是说设完这些配置之后呢 还要有一些常用的一些日志输出 还有设备类型检测的一个红 我们也加上了 最后我们讲了一个URL定义 就是我们 跟服务器交互的时候 避免我们使用内网的一个地址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配置 最后我们记得提交代码 好的 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